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不操留太多的傷 模糊了愛的方向 你能否讓我勇敢 讓我再相信 再相信 愛和情 不畏曾經傷心 對愛一生懷疑 讓我再相信 再相信 愛和情 讓我可以為你 再點了我的心 一望 你醒醒我 先ilot 又欺 你醒醒 我是悍深的 又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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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老�散 又欺 我也要命 又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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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对 勇气,你醒了 奶奶 你醒来就好了 你昏迷了好几个小时 把奶奶给担心死了 我又死不去了 呸,无数八道 我讲多少次 不可以讲死那个字 那你又提起 我又忘了 不说不说,以后不准说 你想找汉上啊 他在外头不敢进来 他说是他害到你晕倒了 我问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回事 他又不说 他只是不断地自责 好了好了 奶奶不说奶奶不说 奶奶啊我困了 好啦 那么我回家煮一点粥 给你吃你乖乖睡觉 乖乖 对啊 汉上要我 你醒了就跟他讲 要不要奶奶出去叫他进来 不要 我不要见到他 好了 乖 奶奶不叫 你睡觉 奶奶回家煮粥 奶奶再见 乖乖 睡觉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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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面 我听奶奶说,你醒来又睡,睡得又醒 你现在是不是醒着 你不喜欢听我说话 就当着睡着了,什么都听不到 我知道你现在很气我 我没主意,一天到晚就懂得赌博 你以前是希望我能改 改 所以,我自己根本没有这个信心去改 说,说是很容易,可是做 你别我心,你够绝 我赌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样的 一赌,就下这么大的赌卒 还是文书的 我是服了你 你是故意要跟我打赌 都赌运气,希望赌赢了 我就得解脱 可是你运气不比我好 而是属于 我说了这么多话,你还不出声 真的睡了吗 我知道,你是讨厌看到我赌博 我也明白这是为了我 我也明白这是为了我 我完全 了解 打赌的事就算了 钱我已经把他抢回来了,一份都不少 好 我本来要把他交给奶奶的 可是又不知道,你要不要你奶奶知道这件事 我还是交给你好 我刚才说说了 你都... 你都... 我刚才说说了 你都... 你现在在这里 休息吧 我刚才说说了 你做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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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打赌,你问他自己 做什么好事 老红八蛋 你竟要去做非法的事情,收换资票 你还是全家人 我... 这件事,我一个人承担 我不会连累这个价的 你成他个屁 你去清审的钱怎么还 我已经跟他说我不会欠他钱了 他干吗找上门来嘛 但是他,你去哪里 找他人 我还是算清楚 别把事情闹大了 最好是报警啊 他还是犯法的嘛 恨生啊,你别这么冲动 把事情闹大了,吃亏还是自己 我才不怕他 你知道吗 我看死他没有这个胆量 让他去吧 最好是死在外面 去坐牢,我没生这个儿子 是我 是你 是我收门法文字票的 什么 收非法文字票的人 是我 欠钱的人 也是我 不是阿姨 韩生,你让我说 你不能再被冤枉了 都是我惹出来的麻烦 我应该一个人承担 盛言 是我不好 我所有的事都是我干的 不光韩生的事,他是在帮我 你疯了 你为什么会去做这种事情 我 那个时候 我,我想多赚一点钱 钱,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阿姨还不是为了帮忙要减轻这个家的负担 你那个时候给公司辞退了 大哥住在医院 我没出息,我没有什么钱 阿姨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要赚过一点钱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就算我这个家多么穷 我不允许你们去做非法的事情 还有你 你不是小孩子 这种害羞家的事情,你竟然做得出来 我已经没有在座了,盛言 有个屁用 现在欠人家一屁股债,你什么还 盛言,你放心 我自己惹出来的麻烦,我会自己承担 我不会点累任何人的 奶奶 奶奶,你要去哪里 阿姨 你现在也没吃心神的钱 要是你赔他钱的话是人情 你不赔他钱是盗了 要是要赶上门来闹事,我就报警 你现在已经没有收万支票了 你不用怕他的 不要再吵了 请亲神的那笔钱,我会想办法的 对不起 临时出门的时候,有通常都电话 实际是行事我处理,所以我迟到了 你这么忙,我还打扰你,真不好意思 如果约我出来是打扰我的话 那我宁可你多一点打扰我 那表示你当我是朋友 希望一会儿你听了我的要求之后 不会后领再说的话 你现在还未开玩笑 那表示你最近生活得还蛮开心的嘛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 我就是欣赏你的积极和勇宜面对现实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骄劳的 上次你不是说有两个朋友要买保险吗 不知道现在去找他们会不会太迟了 所以我说你就是这么的积极 我们走吧 去哪 带你去见你未来的保课啊 现在 对 你还体会挑日子的吗 明天有朋友出国 今天你特地去找他 其实你早就知道他要出国 所以及时带我来见他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的 准确是你的运气好 是不是都好 不如如何,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改天请你吃饭 好,我耐心的等 你要回去吗,我送你一场 不必了,谢谢你 你是不回去呢,还是不想我送你 好,再见 要是你不回去的话 要不要一起去吃晚餐 就当作是你请我怎么样 我佣金还没拿到 你就直接要我请你吃饭了 这样吧,就当作是我请你 等你拿了佣金之后再请回我 那不等于没请 没所谓啊,我不介意 请问两位要喝点什么 啤酒啊 两杯啤酒,谢谢 来过这里吗 这里环境不错的 我每天吃完饭之后 就会几个好朋友来这里喝两杯 松懈一下一天的工作压力 我已经记不起 有多久没有来这种娱乐场所了 好像是很久已经的事情了 干杯 是 连酒味都好像不同了 切切的说,应该是心情不一样吧 或许是吧 你知道吗 其实酒味就是完全由心情控制的 怎么说呢 心情好的时候,酒的味道是甜的 心情不好的时候 酒的味道只有一种苦 或许你只是尝到苦的音乐吧 其实你不需要旁敲侧击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丈夫过去对我的背叛 那种感觉就好像 你以为你只拥有一样心爱的东西 其实早就不属于你的了 有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很难受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对不起 我刚才只是关心你 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多事 谢谢 好 为什么我不在离婚前认识你呢 对不起 可能是我喝的多了 希望你不要尽快 希望你不要尽快 文艺,你回来了 文艺,文艺 你这么迟本了,我真的很担心 你喝酒啊 你喝酒啊 虽然在外面免不了要应酬 可是不要太勉强 你平时很少喝酒的 早点睡吧 夜里,还没有太勉强 你喝酒了 你喝酒了 我喝酒了 你喝酒了 但你喝酒了 你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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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酒了 文宇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我知道他在外头的工作 很辛苦 要承受很多压力 我原本想告诉他 安妮已经介绍我 到他朋友的整手工作 可是他今晚喝了酒 又好像不太愿意跟我说话 我知道 他心里还在恨我 早 早安 我是安借上来的杜汉妮 我叫陈医生 徐世已经交代过了 你好,我叫雅梅 你好 小姐 要看病了 对 要我来吧 好吧 第一次 有没有药物敏感 没有 家族有没有心脏病 没有 我帮你 好 文宇 汉明在检索工作 还可以适应吧 人家还可以吗 你还是 不肯原谅汉明的 难道你想跟他 就这样僵持下去啊 我们去想这些 你听我说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就别再去想他了 我是会不去想的 可是 文宇 现在还没好 不容易恢复过来 你花了那么多的心思 就这么放弃了 文宇 你听我说 你要好好地 阿姨 别说了 我去叫你吃饭 小冯啊 叫爷爷吃饭 我知道了 我今天菜很丰富 来 送你 走 吃饭 塔米娜 在这儿做工作还习惯吗 习惯同事都很帮 那就好 汉森啊 回来了 吃饭了 我给你盛饭 我自己来 来 下来 下来 怎么能够迟随下班啊 那是大机构赶着要电脑 没办法 等要进下班呢 阿姨啊 有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哦 没有啊 你在等谁的电话还行 哦 没有 随便问问 二叔 你是不是在等二婶的电话 小枫 哦 我姐姐 哦 乖 阿风 喂 你找谁 哦 奶奶 你的电话 哦 来了 好 来了 喂 哪一位 哦 是你啊 记得记得 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 哎 最值后天行吗 后天 你放心了 我一定会还给你钱的 再见 干吗 亲生又来淘钱了 阿姨啊 我今天领的薪水最想加班啊 这有多几百块 拿去吧 韩生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呢 我有啊 你拿去吧 不要了 拿去吧 阿姨啊 我这里有四百块钱 多少凑一凑 好 我一遇 你已经够难的了 你看 阿姨 不 我现在预约还没领薪水 这一百块你先拿着 下个月再更多一点 书敏 我刚上班 等我领了薪水再给你 不用了 阿姨 够了 不用了 奶奶 我顾门里有很多钱 全部够给你 小哥 这一关 奶奶有钱了 这是你的储蓄 奶奶不能拿 来 拿回去吧 不要紧 我给你 阿文啊 孩子的心意 你就收下吧 赶快把钱还给人家 免得人家又再来讨钱了 这些都是他们辛苦赚来的钱 钱花完了,可以赚回来的 最主要是他们的心意 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会拿钱给我 尤其是舒敏 你知道,他一直对我是很有成见的 以前我们心里不高兴 都放在心上,不肯说出来 其实一家人还有什么事情应该说出来 一起商量,一起解决才对 家到你们渡家这么多年 我今天才觉得他们把我当作一家人 傻瓜,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们下班了 终于下班了 陈哥,我办事了,不好意思 正式宣布,今天下午有加班 不要留下来 我不玩了 说不下午节目一大吧,别搞我 阿胜 你呢 对不起,我不行 我有更好发财的门路 糟了,你们一个两个都不加班了 我怎么办呢 有什么好发财的门路,说来听听 算了吧 说了,你也不会有兴趣的 是什么新的赌博玩意 烂赌鬼 关你什么事,错过什么 来,说来听听 还赌? 不赌了 我告诉你,我已经算过了 要是我钱不赌的话 把那些钱穿起来 现在也就好像中了头奖一样 去,马后跑 舒芬 永齐有没有上班 不知道 谢谢 我们可以走了 永齐 我还以为你没有来上班 你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我早上没有见到你 你现在没事了吧 可以上班了 走吧 别听她啰嗦了 不得是真发现还加好运的 跟你逛房公司这么没意思 住我买你光看,什么都不买 我什么都不缺,买什么好吗 你只会赚钱会花钱 不然你出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过呢,幸好你没在跟汉森拍拖 为什么?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可大喽 如果你们还在一起 我敢肯定,他迟早把你钱都赌光的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 汉森在公司上想拿人去赌博吗 不知道 不过我看蔡太太出世纪里 他还担忆不成的说什么 以后不赌博了 可是不待一分钟 他又心忠忠的说什么 有心的赚钱门路 你说,相信他的话会不会死 也许他现在不要再赌人了 狗改不要吃死的 删得准标准赌徒 如果也能改 我看太中西边生起来了 要不要打赌 喂,你笑什么 你什么时候变成赌徒了 你知道吗 这是汉森的口头台 他都不都去说 你不要打赌 不要提起这个人 提起这个人,我就发佛了 喂,你看什么 来,随便,来看看 这个十九块 杜汉森 他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扣花花 做剧相联,好像很适合他的 他怎么会承受心事 那还用问 一定是赌输的钱的 千人家一定赌债 才拼命地赚钱来还赌债 喂 你不是还在关心他吧 有什么好看的 走吧 他被人打检架 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 走 再来,还算是再来 怎么样 金两块 买给你女朋友的 工赌篇篇 金两块,十七吧,好不好 喂,小心 对不起 喂 你在干什么 别告诉我 你还在想杜汉森的事 我真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钱 管他为什么,快点走吧 你还买不够 不是,走快点 来来自己看六点厂的电影 不了 我带奶奶我早点回家的 不看了 真的不看 对不起,叔叔姐 算了,反正都惯了到半天 另外也累了 好啦,改天再看吧 走啊,一级大德士 对啦,我先带爸是好了 你先走吧 喂,你这样吝啬你 好,我先走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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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累 到了 你帮我吹杯 为什么还没有睡 我睡不着 你干吗失眠 我知道 你在学校欺负那些女同学 你用哪招告诉我 她有没有哭 我学校没有女同学 我忘记你学校没有女同学 那你为什么睡不着 二叔 爸爸和妈妈是不是真的要离婚了 不要吵了 这么难听 二叔 爸爸和妈妈 为什么这几天不要讲话 而且没有睡在一起 小枫 他们大人的事 你小孩子是不会明白的 谁说不明白 你讲了我就明白了 你爸爸 是的 你妈妈生气 你妈妈是暂时不要跟你爸爸好 不过他们不会离婚的 怎么 你不相信我 你相信我了 大哥 你看 我还没冲凉很臭 你冲凉 你们这些大人只会骗起孩子的 我不管你 你要想个办法 你办法吧 妈妈 不管 这叫什么 我没有办法 不管 小枫 不管 小枫 不要跟着 小枫 小枫 怎么了 怎么没看见你二叔跟勇琪姐姐呢 二叔叔先到先走 二叔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来这里 二叔说要约勇琪姐姐 又怕勇琪姐姐不肯来 所以就叫勇琪姐姐 约我们来野餐 这样勇琪姐姐就不会不要来了 你二叔鬼主义真多 不要输了 二叔了 二叔说里面很老玩 我们进去好不好 对了 爸爸 妈妈 叔叔 你们常常去公园 怕多的 那你们有没有来过这个公园 有没有 爸爸 爸爸以前工作的医院 就在这附近 那个时候你妈妈生病住院 所以每次午餐时候 我都跟妈妈来这里 吃午餐散步 有时候都很晚回去 记得有一次被护士长发现 害妈妈被骂了一对 虽然你妈妈被骂 可是每次午餐时间 她都来找我 谁说的 是你来找我 硬要把我拉到最慢 是吗 我记得是你来找我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下雨 你坚持要我带你来看雨景 结果淋了雨 回去还感冒 越说越糊涂了 要冒雨来的人是你 说什么下雨的时候 这里一片迷蒙 很有情调 结果在亭子里头 被风吹雨淋的 害我感冒 我只记得那些护士笑你 说想趁感冒多住几天 因为你舍不得我 谁舍不得你啊 爸爸 妈妈 你们为什么不要讲话呢 妈妈 晓风啊 我们到亭子里头等 耶 到了 我好开心哦 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出来 一起野餐了 你小心的 别跌倒啊 来 爸爸 你怎么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呢 看你 满头大汗 你妹 这点凉啊 我这有纸巾 你要什么 这么快就想吃东西了 先喝点水吧 不要 我要吃雪糕 这里哪有卖雪糕啊 我去找找看 你要什么 不用了 我去忙 妈妈妈 妈妈 妈妈 我不要吃水糕了 你怎么这么麻烦啊 一下子要 一下子不要 妈妈 我们进去好不好 真的不要啊 真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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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都是边 喝点水吧 妈妈妈 妈妈 我都长得痛 我要去厕所 我陪你去吧 不必了 我长大了 我 我可以自己去 小心点啊 我来 用爸爸妈妈好好的弹 太好了 不了,你去吃吧 喂 安生啊 什麼,你不來了 沒關係 不必了,我們過一會兒就回去了 再見 安生永齊他們不來了 我覺得奇怪為什麼安生喜歡來野產 我看安生根本就沒有約永齊來 小楓去了很久了,怎麼還沒回來呢 你去看看小楓在裡面嗎 小楓 小楓呢 小楓不在裡面 不在裡面?你們找清楚 我全找過了 那怎麼辦 小楓很懂事的,她不會亂跑的 你先別緊張 那就別緊張,人都不見了 分頭找吧 小楓 小楓 給你好吃,好吃 小鳥呢,小明 小楓呢,不尊重 小楓呢,我不是看到她在這裡嗎 小楓呢 小楓呢 那邊有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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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 文艺,我在那边找到的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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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爸爸,妈妈 小枫 哪才来的 小枫 小枫 妈妈 救命 小枫 小枫 小心点 救命 妈妈 怎么办呢 小枫,你别紧张 爸爸来救你 小枫,抓紧 小心点 小枫,抓紧 海明,小心点 抓紧,小枫 别紧张 海明,小心点 海明 小枫,来救我 爸爸 救命啊,爸爸 爸爸 小枫,别跑 过来 好,妈妈下去 妈妈,小心点 小心点 小枫 小枫,来 抓紧妈妈的手 好,来 海明,来 把手给我 小枫,抓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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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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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下去 跟着啊 海明,抓紧啊 小心点 海明,你抓紧啊 海明,抓紧啊 海明 你没事吧 海明 天啊,对你知道只有你妈妈妈很好 你演出师都是 是吗 甚至我真的差一点跌倒 你懂了我吗 是啊 是 阿翔啊,都是你出的收主意 幸亏小枫没事 最重要要有效果 你看,大哥大嫂和好如初了嘛 坐在这里干吗 进去啊 进去哪里 你妈妈在洗澡 把她的枕头跟被单 拿回去你爸爸的房间 去啊 别去 顺其自然 免得阿玉尴尬 啊 只要文艺肯原谅我 我就很高兴了 我们别在这儿了 爱手爱脚的 回房去吧 来,走 回房间 小枫 别弄他 文艺 早点睡吧 哈明,你可以走了 都还没到下班时间 没关系啦 反正都没有病人了嘛 我坐这个就走 那好吧,明天见 明天见 来 哈明 你很怕我吗 我不是怕你 那你一定是心里有我 所以你才不敢面对我 你很怕我吗 我心里只有文艺 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有我 我知道你已经想起以前的事情 你不可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我是想起来了,可是我不想再提 我要回家了,文艺在等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让我再提以前的事情 我知道你不是无情 我知道你怕你看到我会情不自禁 对不对 不是的 是的,哈明 你想想看 想想看以前我们是多么的相知相惜 想想看以前我们是多么的珍惜 每一分每一秒 哈明,我不介意你是有老婆的人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们再也不能回到以前那样了,Jason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哈明,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再也不会做对不起文艺的事了 哈明,我求求你 我们已经错过一次了,不能再错了 我们尽心相爱 难道有错吗 文艺她真的是个好妻子 她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们已经伤害过她了 我是绝不会背叛她的 我也为你付出过 那你这样对我 对我公平吗 就是因为要公平 所以我更应该回到文艺身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公平 对不起 我的福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你今晚当我老板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只不过是当一个晚上老板 何必谢你 还是要谢谢你的 谢谢 我们来 你让我发现天的蓝 蓝得让人好心安 生命的颜色 于是开始不平凡 你让我看见爱的光 宽的勾容像梦想 生命的样子 生命的样子 变得好简单 孤单的夜里 我不孤单 爱过就没有遗憾 爱过就没有遗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